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网最新消息 热带气泉甲斯珀12月13日袭击了澳大利亚东北部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混乱 这场二级风暴在珊瑚海附近猛冲 于下午5点左右登陆 带来了高达每小时113公里的破坏性风速和猛烈的降雨 沿海地区的树木被连根拔起 河流被洪水淹没 主要高速公路被切断 数千人断电 数百人疏散 政府气象学家警告说 风暴仍在带来强降雨和破坏性阵风 可能会引发危险且危及生命的山洪爆发 飓风横扫了乌加尔 乌加尔主要原住民定居点附近 这里有300名居民 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居民已撤离 旅游城市凯恩斯和道格拉斯港 这两个通往大堡礁的门户也在风暴的路径中 凯恩斯市长特里·詹姆斯敦促居民做好长达五天断电的准备 并在风暴到来之前绑好送散物品 由于天气恶化 凯恩斯机场周二晚间关闭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天更新 12月14日 救灾小组在澳大利亚东北部分散开来 计算热带气旋造成的损失 周财政部长卡梅伦 迪克表示 周四上午 4万户家庭和企业仍然断电 其中包括凯恩斯的2万5千户 昆斯兰消防和紧急服务部门表示 已派遣使用电锯的救灾人员 清理被倒下的树木和倒下的电线堵塞的主要道路 目前还没有立即报告受伤情况 损失情况尚未评估 昆斯兰州副州长史蒂文·麦尔斯表示 贾斯珀在成为本季袭击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弃权之前 已经从一级风暴增强到五级 他从昆斯兰州首辅布里斯班飞往汤斯维尔 以便周四太阳升起时 他可以更接近地调查损失情况 他说在飓风从珊瑚海到达昆斯兰海岸之前几个小时 应急响应人员已收到150个求助请求 气泉路径上低洼地区感到不安全的居民 应该在情况恶化之前尽早转移到疏散中心 政府气象学家劳拉伯克表示 风暴贾斯珀穿越海岸时 山洪爆发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虽然随着气旋向内陆移动 风力预计将迅速减弱 但洪水可能会持续数天 随着热带气旋 贾斯珀上周晚些时候加强 四名政府天气预报员 不得不从偏远的近海间策战撤离 澳大利亚海军部里斯班号导弹驱逐舰 被派往威利斯岛撤离气象学家 威利斯岛位于澳大利亚大陆以东 约450公里处 周二 天气预报员已经由布里斯班号导弹驱逐舰 返回到悉尼 近年来 全球各地屡屡发生风暴事件 实际上 风暴是一种由强风和降水组成的大气扰动 通常伴随着雷电 冰雹 龙卷风等现象 根据风暴的形成机制 规模和强度 可以将风暴分为不同的类别 如热带气旋 飓风 台风 风暴潮 暴雨 暴风雪等 最活跃的 要属热带气旋 它是一种在热带或压热带海洋上形成的强大的旋转风暴 具有极低的气压中心和强烈的风速 热带气旋的强度根据其最大持续风速划分为五级 其中五级为最强 热带气旋在不同的海域有不同的名称 如在大西洋和东太平洋称为飓风 在西太平洋称为台风 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称为热带气旋 热带气旋的主要危害包括强风 暴雨 风暴潮 滑坡 泥石流等 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人口 建筑 基础设施 农业 生态等造成巨大的损失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数据 全球每年平均发生约80次热带气旋 其中约40%达到强热带气旋的标准 即最大持续风速超过118公里每小时 全球最活跃的热带气旋 形成区域是西北太平洋 每年平均发生26次热带气旋 其中16次达到强热带气旋的标准 其次是北印度洋 每年平均发生7次热带气旋 其中4次达到强热带气旋的标准 其他海域的热带气旋活动相对较弱 如大西洋每年平均发生6次热带气旋 其中3次达到强热带气旋的标准 东南太平洋和东南印度洋 每年平均发生4次热带气旋 其中2次达到强热带气旋的标准 因此 受到热带气旋威胁最大的国家或地区 主要集中在西北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沿海地带 如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 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等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密度高 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抗灾能力有限 每年都要面对热带气旋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挑战 例如2020年 西北太平洋发生了31次热带气旋 其中10次达到超强台风的级别 及最大持续风速超过185公里每小时 创下了历史新高 其中 台风海燕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热带气旋之一 其最大持续风速达到了315公里每小时 相当于五级飓风的顶级强度 台风海燕在菲律宾登陆时造成了 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被称为菲律宾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灾难 台风海燕导致了1600多万人受灾 经济损失达到了140亿美元 当我们在在户外遇到风暴发生时 及时采取必先措施尤为重要 首先是以预防为主 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避免进入风险高的区域或活动 如沿海、山区、河谷、森林等 如果已经在这些区域或活动中 要及时撤离或暂停 寻找安全的地方避难 如坚固的建筑物、洞穴、山坳等 其次要保护好自己和同伴 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 如防水、防寒、防晒的衣物、帽子、手套、鞋子等 携带必要的应急物品 如食物、水、药品、绳子、刀具、火柴、手电筒、哨子、手机、充电宝等 紧接着要遵守当地的规则和指示 听从专业人员的安排和指挥 如向导、救援人员、政府部门等 如果没有专业人员在场 要保持冷静和理智 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 不要盲目跟从或冒险尝试 不能忽视的是 要与外界保持联系 及时报告自己和同伴的位置、状态和需求 寻求帮助或支持 如果没有信号或设备 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发出求救信号 如烟火、声音、灯光、旗帜等 此外 风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容忽视 首先 风暴会造成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森林、草地、湿地等植被的破坏 导致树木倒幅、枝叶折断、植物离难等 影响植被的结构和功能 造成水生生物的罹难或迁移 污染淡水资源、破坏沿海生态系统等 不容忽视的是 风暴还会引发滑坡和泥石流 使山区的土壤、岩石等松动或破裂 岩坡面或沟谷快速下滑或流动的现象 滑坡和泥石流的危害主要包括破坏山区的植被、土地、道路、桥梁等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影响山区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 风暴引发的风暴潮也不容忽视 它将会由于风力、启压、海浪等因素的作用 使海水超过正常潮位 涌入沿海低洋地区 造成洪水的现象 总的来说 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 预防和减少风暴的破坏 首先 要增强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 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了解可能受到风暴影响的区域、时间和程度 避免进入或停留在风险高的地方 如沿海、山区、河谷、森林等 制定应急预案 准备必要的食物 饮用水、药品、日用品、应急用具等 学习应对风暴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提高自救护救能力 其次 要加强工程防护和涉事建设 在可能遭受风暴影响的地区 修筑或加固防潮工程 如海滴、海棠、党潮闸等 提高防御能力和水位控制能力 加固或拆除室外悬空、高空、简易、临时的设施和建筑物 防止被风暴潮、暴雨、暴风雪等冲毁或刮落 搬移或固定一杯风吹落的物品 如花盆、杂物等 与此同时 要遵守规则和指示 及时转移和避难 听从专业人员的安排和指挥 如气象部门、防训部门、应急部门等 根据风暴的强度和危害 按照预定的路线和方式 及时转移和避难 特别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等 应提前撤离 转移和避难时 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和同伴 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 如口罩、杀金、雨衣、雨靴等 以免风沙、雨雪、冰冷等 侵害眼睛和呼吸道 不能忽视的是 要与外界保持联系 寻求帮助或支持 即时报告自己和同伴的位置、状态和需求 密切关注电台、广播、网络等媒体的信息 注意有关部门给出的意见和特殊指导 如果没有信号或设备 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发出求救信号 如烟火、声音、灯光、旗帜等 目前世界各国在应对风暴灾害方面 不断发展出新技术和先进科技 首先是预警系统 卫星云图技术通过卫星获取实时云图 可以提前预测风暴路径和强度 为防灾部门提前采取行动提供依据 同时 高性能计算机气候预报模式 利用高性能计算机运行气候预报模式 可以在更长时间尺度上预测极端天气事件 为防灾决策提供帮助 此外 利用多普勒雷达监测风暴中的强风和暴雨 实现风暴实时跟踪 提高预警准确性 发达国家的雷达网络覆盖广泛 与此同时 通过手机短信 应用推送等无线通信技术 向公众发布风暴预警信息 覆盖面广 提高救灾效率 如美国的无线应急警报系统等 更重要的是 高分辨率卫星技术的广泛应用 通过高分辨率卫星图像 判断地表特征 评估不同区域的风险程度和脆弱性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综合分析地形 地貌 植被 设施等要素 制作风险等级图 为风暴灾害防御提供依据 同时还推动进行非结构化社交媒体分析 分析推特等社交媒体信息 评估公众对灾害的关注和恐慌程度 帮助完善风险管理 如神经网络主题建模技术等 不能忽视的是互联网 物联网技术 通过安装在桥梁 房屋等位置的传感器 实时监测风速风向 水位等参数 实现灾害进程跟踪 此外 在偏远地区 也可以利用未清通信设备 实时传输灾情图像和视频 使救援指挥部 全面掌握灾区状况 发动无人机 进行低控巡航 获取风灾或水灾灾区的 实时影像 为救援工作提供便利 值得一提的 是卫星摇杆技术 风灾及水灾后 使用卫星摇杆影像 进行快速判损 评估灾害损失和房屋倒塌情况 提供救援信息 利用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 通过构建风灾水灾 虚拟仿真环境 模拟不同灾害 强度条件下的损失情况 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使用机器学习 和深度学习算法 在海量卫星图像和地面视频材料中 自动提取灾害损失信息 实现快速评估 此外 使用北斗 GPS等全球导航卫星定位系统 可以精确掌握救援车队 医疗队等位置与路径 指挥救援行动 在救援物资上安装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实现对物资的精准跟踪与调度 保障救援工作效率 运用4G和5G等移动通信技术 构建灾区专用通信网络 保证指挥部与救援人员间高速稳定通信 在灾害重建部分 新技术同样是不断涌现 例如 使用3D打印技术 可以快速打印临时房屋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帮助灾区加快恢复重建 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优势 建立透明的捐款追踪体系 保障捐款高效到达灾民 服务灾后重建 最重要的是云计算 和大数据技术 通过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分析 积累的海量灾害数据 实现风险管理与救援决策的智能化 提高防灾减灾水平 利用虚拟现实和仿真技术培训 救援人员 设置各种极端灾害环境 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卫星导航系统 如GPS 北斗 伽利略 可以相互兼容和阻网 提供更优质的救援辅助服务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全球评估报告 到2030年 全球每天将面临1.5起灾害 其中包括1.2起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 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将会导致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动荡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 未来几年 政府将在社会 环境和安全事物之间面临艰难的权衡取舍 短期的地缘经济风险已经让各国的净零承诺面临考验 并且导致科学必要性和政治可行性之间出现分歧 为了限制全球变暖带来的后果 国际社会需加速开展集体行动 共同应对气候危机 海平面上升像是风暴和洪水发生的发生器 随着海平面上升 发生器离人类居住地将跃进 风暴和洪水发生将更频频繁 更具剧烈 风暴和洪水将到达更远的内陆 随着气候变化 海洋变暖可以为飓风提供更多的能量 使得飓风更强 并增加风暴暴潮的强度和影响范围 因此展望未来 希望不同国家可以加强防灾减灾合作 专业救援队应该联合演练 被灾预案制定 建立跨国联合救援机制 提升国际合作救援能力 搭建统一的国际性大型灾害数据库 收集全球不同国家的灾害数据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提高全球抗灾减灾水平 谢谢您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